哈哈哈哈 陈俊 大圣神通比以前精进不少 哦 哈哈哈哈 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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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呀行了 就别客气了 嗯 快去那外省龙宫 去宝贝吧 哎 好 等阿老孙把宝贝 送到了祭赛国 一定和两个师弟 去观江口 拜谢哟 杨姐与诸位兄弟 这两三天之内 暂不回观江口 哦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啊 大圣 嗯 举手是烙 何必言谢呢 嘿嘿 莫不是 你瞧不起阿老孙 啊 大圣这是哪里的话 诺大兄弟曾经说过 像擒天大圣 这样的大英雄 做敌人太可惜了 有机会 一定要做兄弟 哦 哈哈哈哈 这小哪吒 真够逗的 哈哈 当面不说 就在背后 夸阿老孙 哈哈哈哈 嘿嘿 哎 你别说 阿老孙 我还希望 真想教你这个好兄弟咧 既然如此 今年八月十五 我在灌江口设业 款待三位兄弟 好好好 一言为定 啊 一言为定 好好好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何必要 呵呵 好 motors 可以 转转转转转车 vé ین uce Ik 咱車 昊 Have 太禁闭了 徒儿 师父 来啊 弟子八月十五 在灌江口宴请孙悟空师兄弟 特来邀请师父前去高兴高兴 你们已经握手言和了 岂止是握手言和 我还帮他铲除了细心路上的妖怪 哦 师父 嗯 师父 您怎么了 没什么 师父 开心的 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来 回西海吧 西海 有脸回去吗 我想叔叔跟婶婶会原谅你的 你都听说什么了 是谁告诉你的 我听说 天婷要解除你和杨婧的婚姻 杨婧会上天去当司法天神 她为了要摔倒我 连最不愿意做的事也做了 伤天当困 这下好了 她救我嫦娥离得更近了 你不要把什么事情 都和人家嫦娥扯上关系好吗 告诉你吧 是嫦娥要我来看你的 嫦娥让你来看我 她是让你来看我 她是一个小伙吧 她和三少母 都很感谢你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都希望你能找一个好的归宿 肖天泉 杨婧呢 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了吗 我想 这次也算给她个教训 看看能不能再相处一段 王母娘娘对仲仙说 不解除你跟村姓的婚约 你就别想得到司法天神的位置 我知道这一定不是你的本意 但这个万恩负义的骂名 你是躲不掉了 我知道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你一定也不忍心 毕竟是一千年了 而且她毕竟是有恩于你 我也会试着劝劝她 改变从前的那种方式 再好好想想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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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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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欣哪儿 出去了 去哪儿了 没问哪 小天犬 陪我出去找找吧 上天了 不会是回西海了吧 那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 小天犬 再帮我好好找找 天地无极万里追踪 你 а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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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心 你疯了 天心 姐姐 难道你也帮着别人来克服我吗 孙心 我们下去慢慢说好吗 好 好 你帮着她就是我的敌人 来了 来保护你的心上人了 主人 他 他疯了 对不住了仙子 对不住了仙子 不好意思啊 我主任管交不言 健康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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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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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 三郎 到屋里去看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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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孙以为来早了 没少了各位 早就到了 二爷啊 在家要宴请大圣师兄弟三人 我们不敢来晚哪 好好好 那二郎神哪 还 还睡觉呢 二郎神 出来 接客 让你们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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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没在屋 屋里没人 那个二爷啊 去准备宴会了 让我们跟几个先招呼你们 好好好 来 老六 去准备茶具 三位入了沙门的 就不再喝酒了 喝茶好 喝茶好 茶茶一味 不瞒你说俺老孙活这么大岁数 还没正经的聘过茶 喝茶呢 喝啊 那茶苦了吧唧的 有什么好喝的 你尝尝 你先尝尝 来 走 三位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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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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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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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了 没想到这江山易改 本性难离啊 这跟玉帝有什么关系 三年前奉先进郡侯跟他老婆吵嘴 这郡侯把老玉帝的贡品给打翻了 你说巧不巧啊 正赶上老玉帝非福私访到此 这下可把老玉帝给气坏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 这郡侯对你不敬 管老百姓什么事啊 嘿 他停了奉先俊的雨 三年大旱呢 嘿 你们说得死多少老百姓啊 嘿 嗯 若不是我们师徒路过奉先俊 嘿 这奉先俊三年别想下雨 嘿 八戒说得对 天庭啊 要逢二爷为司法天神 哦 他会不会 嘿 二郎神是何等样人 俺老孙虽然败在他的手下 但是对他也产生了几分敬意 嘿 他要是给这糊涂的玉帝当官 俺老孙第一个就瞧不起他 对 嗯 我猴哥说得对 想我跟我沙氏帝 为天庭做官做了数万年 现在怎么样 啊 现在怎么样 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啊 他天庭只为了自己的尊严 他哪曾想过三千众生的疾苦啊 嗯 给天庭做官 那就是助纣为女 没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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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郎神回来了啊 八戒今儿来了日子啊不对吧 啊 啊 啊 嗯 嗯 对啊 不是八戒是我啊 玉皇大帝 王母娘娘 圣旨一旨到 哦 你们也来看笑话 看笑话 嘿嘿嘿 俺老孙看谁的笑话 嘿 看我父王和天庭的笑话呗 你们别看我的面子 想笑就尽管笑吧 哦 遇地有旨 昭慧险上二郎真君杨简 违反天规 擅自与西海三公主结亲 偏庭震怒 但念其昔日功勋卓著 故赦免其罪 若杨简能悔过自心 解除与西海三公主之婚姻 并在众心面前 深刻反省悔过 朕可赦免其罪 并封为三界司法天神 钦此 王母娘娘一旨 二郎神杨简 违反天规 擅自与西海三公主寸心 结亲千年 尽已向本宫深切悔过 本宫即刻解除 杨简与寸心之婚姻 寸心发回西海 仍为西海公主 钦此 杨简领旨谢恩 杨简领旨谢恩 天心 天心 翠西 我们会西海吧 杨姐 我问你最后一句话 这一千年来 你有没有爱过我 也许你一直都不明白 我为什么跟你吵架 我一直都希望 你能把所有的爱都给我一个人 可是你给我的 却真的不如萧天泉 你的妹妹 你的师父 和你的杰逸兄弟 他忘恩负义 要不是第一次 兄弟们 还看什么 咱们走错门了 还不走 有话好好说 咱们喝啤酒好不好 心平静 心平静 娘姐 我昔日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一时失手 打碎了一只琉璃斩 玉帝就把我贬下了流沙河 每隔七日 我还要忍受历剑穿心之苦 你还为这样的天庭效力 你知不知道 有了你 他们才会更加肆无忌惮 你跟他说这些有什么用吗 走开 不然 走开 凤先俊的百姓 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仅仅是因为郡侯不慎 触怒了玉帝 玉帝不准天上给凤先俊雨水 他们在天上堆了一座 十多丈高的米山 在山下放了一只拳头大的小鸡 说什么时候小鸡把米吃完了 才能给凤先俊雨水 那得等到何年何月 二郎神 你可是三界静养的二郎显身真军 你竟然为这样的御帝效力 你跟他说人家有什么用 他不懂 还有 我招谁惹谁了 我不是就爱一个人吗 平了 那是你呆子活该 还不走 走 别别别 杨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 这里边有事啊 有事 有事 关老孙 屁事 闪开 兄弟 走 走 别走 别走 别 我只希望你们俩能像亲兄弟一样啊 我积极的一样就要离不开 我估计你了 谢谢你呀 你东西 你能走的一样的 你走到哪里 对呀 你给你住啊 我们兄弟就跟你当你吃吧 昔日,杨检为听宠娘娘劝嘱,一意孤醒 今日终于尝到动情的苦果,终于意识到,在天规之中,限定神仙私动繁星是对的 对此,杨检深感羞愧,存盟天庭不弃,一直没有把杨检忘了 从今而后,杨检将竭尽全力,捍卫天规的威严,以报效陛下娘娘厚恩 杨检,那你母亲姚姬是对还是错呢 朕在问你 陛下,子不言母丑 姚姬是对是错,会应该由杨检的口中说出来 不 杨检的回答,事关她对天规的态度,她必须回答 杨检,若是不肯回答 那朕怎么肯放心把天规交给一个态度模棱两可的人手里呢 杨检 杨检 杨检,我把你从婚姻的牢笼中解救出来 你不会一出牢笼,就马上翻脸不认账吧 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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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 是错的 哪吒 你笑什么 启禀娘娘 小神在为自己结拜的二哥感到高兴啊 二哥 你说你母亲是错的 并不能说明你忘本 只是忽然学得懂事了而已 哪吒 吊神在 不许你再胡言乱语 小神还以为娘娘 您让我去捉拿什么不忠不孝之子呢 陛下 依臣妾之见 应该命鲁般 为二郎神 赤剑一座真君神庙 娘娘 小神已在灌江口住了上千年 其他地方住不怪 恳请陛下娘娘允准 让小神将灌江口的羊府搬上天来 准奏 准奏 杨姐 从今往后 你就是执掌天条的司法大神 三界中任何人触犯了天条 都有你 待陛下和本宫处置 有你 借印吧 准指 仙子 由你来担任司法天神 应该是件好事 但是 你真的认为你母亲错了吗 仙子认为呢 我怎么认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 杨俭被一个秦字 煎熬了上千年 至少对杨俭来说 是天规解救了杨俭 你对三公主 真的动过情吗 你当初娶她 是为了爱还是为了报恩 在你们这场婚姻中 值得同情的并不只是你一个人 三公主也许做错过什么 但有一点 她是爱你的 中文明 bundle的并不录月 大胆 简直到你 还用点封面 露面 优优独播参加 都是持救的 并不在乜 参加 室优独播参加 母亲 母亲 我知道二哥从来没有觉得您是错的 否则他无法安心住在您亲手搭建的房子里 更不会把他搬到天上去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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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多年了 到了天上 他依然是你的家 我仍然会为你保留那间屋子 只希望 有空能常回家看看 二哥不管有多忙 每天至少会下来看你一次 二哥 你以前一直是不屑得到那个位子的 可 我现在非常想得到那个位子 天条在我手上 总比让他们肆意妄为的好 为此 宁可落下骂名 骂名只不过是个代价 你不要想不付出代价 就得到任何东西 二哥 你以前的法令是来源于爱 我希望你能仍然用爱来做这个司法天神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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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必须在天规之中 杨检 莫非你想改天条吗 杨检正有此意 天条乃是三界内亘古不变的定律 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来 从西边落下去一样 杨检以为天条恰恰违反了自然规律 有些天条的置地似乎为了显示天庭的威严 而故意与自然规律作对 与人性作对 记住 你是神 神就要遏制住人性 就要摒弃掉人性中不好的东西 这样才能造福三界 对吧 那么也包括摒弃一些好的东西了 好的东西怎么能摒弃呢 那秦呢 秦 你问问你的二郎表哥就知道了 问问他在这一千年里 在被什么所折磨 问问他的好朋友狐媚 为什么而死 司法天神 你觉得呢 因为你和西海三公主的婚姻不幸 所以秦就是错的 因为狐媚爱错了人 所以秦也是错的 是吗 八妹 不是母后让八妹问素法天神的吗 你 你这是个什么问法吗 八妹愚拙 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明的问法 这 八妹 八妹 看着朕 看着朕 你 这 这 你怎么能这么看着朕呢 八妹是在奉旨看着陛下的眼睛 你 你 麻烦司法天神查一查 八妹这么看着陛下 是犯了哪条天规 八妹甘愿受罚 八妹 你究竟想干什么 八妹就是想听听司法天神的教诲 如果连司法天神都弄不明白怎么回事 像八妹这样的人 就更糊涂了 难保哪一天犯了天条 自己还不知道 创死 八妹不敢 陛下不让八妹问 八妹就不再问了 八妹的命是陛下和娘娘给的 犯了天条 再还给你们就是 这 你可天天跟着你 你就调教成这样 八妹 你不是糊涂的人 今天你是怎么了 恐怕今天糊涂的不是八妹 杨姐 天庭让你上天是指掌天条 而不是要你改天条 记着 不管什么律法 你只管严格执行 让众生心存畏惧 让他们知道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做错了就要受到严惩 这样三界就能太平 你听明白了吗 下去吧 你 你以为朕 就真的不会惩罚你吗 有什么惩罚 会比待在这个冷酷无情 死气沉沉 压得人头不快气得天庭更重呢 八妹 难过 好 八妹 二爷 如果不开心哪 那就别做了 反正你也不在乎这个位子嘛 我只后悔 现在才接这个位子 现在的天条 就好像一个毒瘤 毒瘤 这句用得好 精品 我若不管 让他们握着这臣府的天条 肆意妄为 毒瘤只会越来越大 可他们执意不愿改天条 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那他干脆像当初一样 反了他 逼他们改天条 不不不 处之不慎 毒瘤一破 会给三界带来更大的灾难 师父说得对 就好像当初弱水下界一样 会牺牲许多无辜的生命 那二爷 你的意思 天条不是在我们手上 我明白了 他们不改天条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执行 这也是迫不得已的 大家一起努力 拧一个暂行的办法 万一王母和玉帝知道 那就 不是万一 只要我们办案 他们就一定会知道 知道就知道 他们能让二爷怎么样 不行就打 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知道的好 以后真军神殿所经手的每一件案子 都做两份答案 一份是案件处理后真实的结果交给我审查 另外一份是修改了结果之后存档 以备玉帝和王母随时过目使用 那这样会给我们办案增加很大难度啊 为了不让这颗毒瘤继续祸害三界 也只有这个办法 各位兄弟 以后在办案的时候 一定要牢牢记住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 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三界的秩序 为了三界众生的幸福安康 娘姐参见陛下娘娘 娘姐 林官在下界巡查的时候 见到一名叫李伯安的落地书生 在指天叫骂 大骂上天不公 二郎神 你速速下界 去把这个李伯安 打入十八层地狱 他为何要骂天呢 他为了什么也不应该骂天 据说此人才华横溢 皇帝看了他的文章 钦点为投民状元 但是却被他人冒民顶替了 还有 派东海龙王速去南郡上空 连下一个月的暴雨 朕看今后谁还敢骂天 为何要在南郡呢 李伯安就是南郡人士 陛下 别说连下一个月的暴雨 就连下三天的暴雨 都可以酿成洪灾 一个书生骂天 为何要连累南郡数万百姓 陛下 这是为了捍卫天庭的威严 你去吧 遵旨